字幕志愿者 李宗监 你想怎样 两岸的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双城记 我是小雪 根据上海疫情防控有关部署 上海中小学从本月的12日起 全部调整为线上教学 学生通过电视网络等平台和终端 来进行学习 相关的网站还提供了 课程的视频下载 并且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的 身心发展和学习的规律 进行了专门的安排 那么在对岸的台湾 学生和家长去年也曾经经历了 线上学习的阶段 现在也还有一些课程 是通过线上来进行远程教学的 今天我们就和两岸的嘉宾 一起来聊一聊线上学习的那些事 首先介绍一下 在上海的线上与我们一起讨论的 是我们的老朋友评论员方正宇 他现在正在家中 陪伴孩子线上教学 所以今天也是通过线上的方式 来参与我们的讨论 郑宇你好 主持人好 两岸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接着请秀芳介绍一下 台北演播室的各位嘉宾 小雪芳律师 还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首先介绍一下 在我们台北演播室 生心理专家魏兆文 两位主持人 其两岸观众朋友大家好 资深媒体员陈安怡 嗨 大家好 家长代表翁佩珍 嗨 大家好 以及中学老师李淑怡 大家好 上午9点15分 化学老师沈美润准时开讲 今天教室里只有他一个人 40名学生都在屏幕的 另一端听讲 和线下课堂一样 同学们也会积极互动 回答问题 并把自己的答案 分享在云黑板上 方便老师及时反馈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 在整个平衡问题处理上的一种 解题的思路和方法 我们有一个俗话叫做 一边倒的方法 另一间教室里 数学老师蒋军波 正在向同学们集中讲解 重点难题 为了开拓解题思路 蒋老师还会让做对的同学 分享自己的解题步骤 蒋老师表示 这种情况下 网课也能展现出独特的优势 为了上好网课 学校方面通知各教员组 做好教学预案 准备高质量的电子作业 确保学生在线上教学期间的 学习质量 我们特别对我们的老师 提出了要求 在线上作业的批改过程当中 要批得更加仔细一点 给学生更多的反馈的信息 以便学生看了自己的作业反馈 可以对自己的学习情况 做足及时的调整 今天方律师是在线上 参与我们的讨论很特别 所以我一开始想问一下方律师 根据上海疫情防控的有关部署 上海的中小学是从12号开始 全部调整为线上的教学 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家长 我有一个儿子 现在是在读五年级 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坦白说有点措手不及 因为没有想到 突然之间又会全部转远网课 但是很快 我觉得还是 大家已经有所准备了 所以接下来的安排是有序的 像我的话安排 第一首先要了解一下 接下来的网上课程是怎么安排的 学校的规划是怎么样的 紧接着马上要看一下 小孩子整个课程安排 周一到周五 然后周末是怎么安排的 我知道方律师 其实你也有一个孩子 也在读书 我想问一下 你作为家长做了哪些准备 相比之下 两年之后 因为大家有了这种经验 各方面都从容了很多 从家长的角度 我最直观的 我就想家里平板电脑打音机 还能不能用 发现能用的时候 就从容了很多 而学校方面的确也更有经验 那我们看到是周五下午宣布 线上教学 到了周六的晚上 我们整个中学 已经通过这个上课的软件 组织了一场 有两千多名家长参与的 线上的家长会 告诉大家一些基本情况 到了周日 我们班级已经召集了 专门的班会 通过线上的方式 告诉大家 接下来要做哪些工作 再过一天 本周一 那就正式开始线上教学 那各方面明显反应更快 也更加从容的应对 其实你会发现 虽然有些措手不及 但是一切都是在有序的进行 而且我觉得 其实作为家长来说 配合疫情防控的需要 让孩子们这个时候 在家里来进行 线上学习的话 其实作为家长 也是觉得更加的放心 我也想问一下 郑宇 刚才其实你也说了 就是像家长 其实已经做了一些准备 都是为了让孩子 能够好好的来进行 线上的学习 那我就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跟自己的孩子 来沟通一下 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了 我恰恰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因为非常巧 就是上周五下午 公布线上教学的那个时间点 我正好前往学校 去接孩子放学 所以站在校门口 能够感觉到 孩子们走出校园 通过手机发现 原来要线上教学了 多多少少 有那么一股兴奋的镜头 可以下周不用来学校了 更自由了 能感觉到这种气氛 但更深入的呢 其实也有一些思考 比如就那天 我和我儿子的一个同班同学 进行了交流 那我觉得这个孩子的思考 还是比较成熟的 他跟我说 看到这个消息 第一反应 的确也有点兴奋 觉得更自由了 但接下来 马上也会有些深层次的思考 觉得会不会有那么一点不安 指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样一种 教学方式的改变 会不会对自己的学业 有影响 所以我们知道 孩子自己其实是有思考的 那学校对此 其实也是有准备的 就是在线上教学 这样一种模式下 其实大家仍然存在着 教学的目标和方向 那只要这个方向和目标 是能够明确的 自然而然 无论是家长 学生 还是老师 学校 都会随之 调整我们的教学计划 以尽量促成 我们原有的这个方向 始终能够坚持下去 不受到教学方式的改变 而太大影响 刚才方律师说到了 这个学习的目标和方向人在哪 不随这个教学方式的改变而改变 这点其实特别重要 那说到这儿 其实也想问一下 我们台湾的家长 其实同样有过孩子 线上教学的一些经验 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 也和大家一起讨论过的 那在这里 我想问一下 我们对岸演播室的各位嘉宾 台湾的家长 包括老师 其实也会有一个相对的 这个接受的一个过程 那么对于孩子们 在家里的线上学习 你们有什么样的经验 或者是故事 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我想这个佩娟妈妈先讲 好不好 其实一开始 只要消息说 要线上教学的时候 其实最大的改变是 所有东西都要在家里进行 然后就变成是好像 很像放假 有些小孩子会感觉 有点像放假的感觉 那个时候线上教学的时候 是四年级跟二年级 所以他们其实是有点悬殊 那四年级的 比较有自律性 因为老师有规定 就是照课表上课 比较大一点 对 那因为他们已经开始 有使用电脑 所以他们就是很熟悉 这样的操作 那也有演练过 那二年级那个就完全没有 那所以他就觉得 哇 我已经开始放假了 其实学校方面 他也有给我们一些资源 就是有库克云 或者是公共电视台的 教学课程 我想问一下 妈妈会不会压力很大 会 因为其实还是要照常的 叫他们起床 那还是会照平常上学的模式 大的比较有办法 那小的就会有一点像是 我已经放假了 就很难抓 彼此之间会干扰吗 会 不管如何 对我们台湾来讲 那是第一次的经验 对 你总会不会很多家长 都觉得说 好像还是不如老师 在现场教得好 妈妈会不会心里面 有点担心 然后会不会 这个更加严格地 去督促小孩 或者是说 妈妈也跟着放松呢 其实会紧张 紧张 我一开始 他们线上课程开始的时候 我会一直坐在旁边 因为我 妈妈也开始学 对 妈妈也开始学 然后现在那个教学 其实老师教课的方式 你大概就会更了解 孩子跟老师 他们平常是怎么互动的 对 除了妈妈 最好我们来问一下 这个书宇老师 确实我觉得 老师也好 家长也好 孩子也好 也都需要一段 很长的适应过程 老师可能没有问题 因为老师本来就很专业 他只是换一个载体而已 那我觉得对于家长 跟孩子来讲 这个适应力算是 需要一段时间去磨合 老师端怎么样 协助家庭呢 是 其实我自己的经验是刚开始到线上的教学的时候 我自己也是很慌乱的 因为我的双重身份 我同时是老师又是家长 所以我第一个必须要先 两种心情你都有啊 是 而且要习惯跟孩子整天关在家里 就是以前比较 就是需要工作的时候 比较难得的经验 后来久了 大概一个礼拜之后 大家就比较有默契 不会互相干扰 不然孩子也很有可能会 出现在你的画面里面 对 那时候孩子多大 我们家一个小一 一个小二 而且完全没有用过平板 所以对他们来说是新鲜的事物 你的教学有被打扰过吗 常常 有时候是声音乱入 有时候是人乱入 他会跟我的学生挥挥手 对 类似这样 其实蛮有趣的 对于你的孩子来讲 应该觉得这种课其实更活泼嘛 可以看到老师的另一面 原来老师也会有控制不住的时候 是 他们进了Google Meet 对很多老师跟家长而言都是第一次 那大家非常兴奋的在网络上见到同学 那个是前所未有的经验 哥哥弟弟的班级 他们可能光彼此打招呼 这样子就花了一节课 然后会嘘寒温暖他们对方家里的宠物 阿公阿嬷 大家都拿出来秀一下对不对 很像同乐会的概念 今天现场我们看到四位来宾都是妈妈 孩子的年龄段差异也很大 所以可以参考的地方很多 我先问一下赵文老师好了 你的教学经验很丰富 那你来比较一下 这个线上学习跟实体教学 它有什么样的优缺点 说实话 还是让很多家长觉得心里有点忐忑 不太放心 所以我这地方根据一年来 其实我们在做一些研究 还有临床上经验 我们大概归类成这两部分 我先从缺点好了 一开始为什么缺点比较多 毕竟它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要去改变 要去适应 第一个最基本的前面两点 就是跟家庭有关 也就是说我的硬体上面 以及我技术层面熟不熟悉 我宽屏网路稳不稳定 这会影响到小孩子接收的能力 第二个我们会发觉 年龄层越低的 其实它技术性是越不好 所以家长一定要陪同 这时候家长有没有工作 就变成家长常常来身心科抱怨的困境 家长会到身心科来 因为他们很困难 他们很担心 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子女 虽然线上教学 但成绩要好 可是这是他们从来没遇过的困境 那再来其实不要认为老师没困扰 这样子 以老师来讲 他可能因为教学经验丰富 再加上数学老师逻辑力强 我们最困扰的可能都是国语老师 这样子 更重要的就是 在课堂上很清楚 我每一个人眼睛都可以对拼 温度都可以感受到 可是如果是线上教学的话 那老师对于学生的接收的 那种讯号能力是弱的 再加上有很多调皮的学生 是学生和学生之间在那边线上教学 就不听老师的了 所以它互动性会有点被干扰 当然你线上常常用网路 你视力有会影响 可是我虽然讲那么多缺点 但是经过了107天以后 到了优点大家就开始看到了 所以其他优点反而我觉得也不少 第一个当然 我们现在还是世纪大疫情流行 因为你线上教学 你就不会造成群聚的感染 然后之后就达到停学 停课不停学的一个概念 这是线上教学一个基本精神 那再来更重要就是 其实很多家长都反应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我要接送小孩 小孩子要把他挖起来干嘛 现在就少了这部分 所以时间就多余出来了 这样子 那更重要有一点 我们发觉 针对有一些比较内向的孩子 他不敢在课堂上发问的人 因为线上教学 他录制一次 他可以重复使用 那这种不敢发问的他会回过去 一直在看那一段 然后妈妈呢 家长也可以做一些补充 我觉得这针对有一些特殊气质的孩子 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这样子 那最后两点我觉得最重要 这个针对妈妈 后来给我们很好的一种 一种观念就是 我会发觉我儿子或我孩子 对于这种网络使用性 他的自律性好或不好 不好的话就赶快介入了 这样子 我觉得自律性这一部分是家长可以暗中观察的 这样子 那再来呢 最后一点是比较针对中学生 你知道吗 中学生的父母亲每一次孩子回来 第一件事情就问 你在学校干嘛 孩子都以问三不知 不会去跟你讨论 但是有了线上教学以后呢 他们反而会在这地方 哎呀我们今天的老师说什么 他们反而很喜欢跟家长讨论这一部分 反而多了一些亲子沟通 另外一个面向的一个主题 我觉得蛮有趣 那是他们给我们的回馈嘛 这样确实现在想想 他提供了我们另外一个管道 其实算是蛮便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我一起安逸来谈一下 安逸向来很会生活 他的教学经验也很丰富 那么刚开始到现在为止 你一路回想 困难是一定有的 对 怎么样克服困难 到后来呢 是不是有些意外的收获 我现在为止 你的资源跟时间有没有变多了 因为我本来认为 就是跟孩子在实体上的互动 在线上很难去进行 尤其是我们教学的方式比较活泼 可是后来之后我发现 其实不错耶 效果很好 然后我现在全部线上教学 我已经没有再回尸体了 其实一开始就蛮好的 因为当然我们在线上教学之前 我跟我的老师们 我们做了非常多的 就是半夜三个人那种 就是利用晚上啊等等 去研究我们的教材 如何转成线上 那每个老师互通有无 然后呢彼此教导 然后我觉得效果很好 哪一个转换是比较有点困难的 其实我觉得最困难的 其实是家长的观念 家长的观念 对 其实家长的观念 因为很多家长都会觉得 线上效果不好 可是事实上我们试过之后 发现线上效果不会比实体差 我必须坦白讲 因为有些家长会说 小朋友在线上都不专心啊 或者是自律型不好啊 会偷看啊 可是我其实必须说的是 你在线上不专心的孩子 他在实体里一样不专心 然后呢更好的是 我可以教导来自世界各地的小孩 这点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 有来自南美洲的 对岸的也很多 对 有越南的 有马来西亚的华人 所以就非常非常有趣 而且呢 我们就是通过的 等于是时空的转换 然后你就会看到有更多的 不同的面向 然后孩子们可以聚集在一起写作 然后有共 这不一样的交流 我觉得很棒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困扰 反而是家长常常放心不下 比如说呢 家长很喜欢陪在小孩旁边上课 然后呢 我们问问题的时候 家长就强着回答 然后每次我 然后我每次都要跟家长讲说 请让小朋友自己回答 或者是有的时候家长坐在旁边 反而跟青少年的这个儿女 起身一些冲突 对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要跟家长讲说 麻烦你把他留在房间里 然后你到门外去这样 然后其实家长放下心之后 其实我觉得上课效果反而是好的 那佩珍妈妈问一下家长的心情 家长可以克制吗 其实真的看心态 我的话虽然我是会紧张 我其实比较担心的是小孩学习态度的部分 那老师教学的部分 我通常都还是教到老师的手上 因为我还是要尊重专业 就是孩子跟他的互动才是比较主要的 我不太习惯去介入教学课程 或者是一直在旁边指导 我大概只是想听听看 老师怎么跟孩子讲话的 沟通的 那我还会看一下小孩的学习态度 就这样 早 老师早 好 我们来试个温 本周上海中小学开始线上教学 不过也有一部分学生因为各种原因 依然选择到校上课 位于普通区的这所小学 今天就迎来了五名学生 因为他们都在上班 他们让我一个人在家里 非常的不放心 对于家庭的确看管方面有困难的 只要提出申请 我们无条件的接纳 这五名到校学生来自三个年级 他们被安排在同一间教室里 通过自带的电子设备 进行线上学习 戴上耳机互不干扰 卫生考量 学生们自备午餐 由学校负责加热 午前休息时段 学校针对不同年纪的学生 分别安排了午睡和体育活动 从今天的效果来看 这个特殊时期的别样课堂 孩子们适应得挺不错 我爸爸妈妈就可以安心工作了一样 而在同济大学附属第一中学 三百多名来自新疆的内高班学生留校 在线上教学之外 学校安排了各种户外活动 来一场三对三篮球赛 或是在长神间穿梭 特殊时期的体育课 让同学们舒缓了焦虑情绪 对于高三学生 学校着重加强线上教学的 衔接和心理疏导 高三的学生 然后一步接近就觉得 自己一个命运的考验 要来临了第一次重大的事件 也会有一些顾虑 但是老师们和学校 让我们减小了一点这个顾虑 我们会在做好 这个疫情防控的措施 条件下面来 给他们更多的这样一些关爱 这个对于缓解他们 在这个封闭期间的 这样一种心理的压力 焦虑的一些情绪 会有很大的帮助 好 我也问一下 那这个小雪 听说这一次上海准备的 非常非常的充分 主要是因为有了 上次的经验来垫底 那么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目前上海的一些 线上教学的情况 这次我觉得 就是作为家长的感受 我觉得这次更加的精细化了 首先你看第一个感受就是 这次的网上课程的安排 可以说是统一规划之下 又可以自己来把握节奏 那第二个特点 就是说这次互动性 非常明显增加了 第一次这个网课的时候 基本上就孩子们是在电视机前 或者电脑前就是来听课 这是传统的方式 但这一次老师们在布置作业的时候 就非常注重这个互动 老师们会告诉大家 今天我们上午的这个课堂的时候 我会在课间要放出这个讨论题目 大家这个时候可以怎么样来讨论 那今天的作业 我会带在什么时候出来 大家今天怎么样来上传作业 也能够让孩子们在这个当中 体会到更多的一些趣味性和互动性 其实说到这儿 我特别想跟方律师 作为家长来沟通一下 郑宇 你这几天在家里陪孩子 你觉得孩子的这个学习效果怎么样 还有我也想知道一下 你这个精细的爸爸 你是怎么样来陪伴和帮助孩子 做好线上学习的 那这段时间孩子在接受线上教学 我也正好在家 可以说是陪伴观摩 或者说是监督了整个过程 据我个人的感受而言 觉得整体上还是井然有序的 当然对此更有发言权的 应当是孩子自己 那接下来我就让我的儿子到镜头前 跟大家介绍一下情况 大家好 那正好问你一下 因为你两年前也有过线上教学的经历 那么相比之下 这次两年以后 你觉得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我感觉的话就是 老师是更有经验 而我们也是更快的适应了 就举个例子来说 像两年之前 老师在每节上课前都会点名 而点名的话 是老师要一个个去数人头 一个个去问 有这位同学有没有来 那位同学有没有到 有时候可以发现点完名 课堂时间就过去了十分钟 但是现在有很大的变化 就是老师让每位同学呢 在自己姓名前标注上了班级和学号 然后让各科课代表来完成点名和统计的工作 这样呢也是大大节省了课堂中点名所花的时间 那么除了刚才提到的像这样一些课堂教学内容以外 课堂之外你觉得学校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 是让你比较有印象的 我觉得最有印象还是学校在接到了线上教学的通知以后 立马就开展了一个小达人的活动 就是让同学们将自己的生活和体育锻炼计划等等提交给大队部 然后与同学们一起分享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 的确是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个小达人的活动 它的核心是想什么呢 就是说尽管说同学们和老师们现在不能直接见面 但是疫情期间我们把自己的一些生活 包括学习方面的经验分享出去 感觉到大家是在一起的 并且能够学习到各种好的做法 通过这种方式既是一种凝聚力的象征 实际上也是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谢谢郑宇的分享 郑宇其实我们在一起做节目 聊了很多次关于孩子教育的话题了 你给我的印象就是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爸爸 花了很多的时间去陪伴自己的孩子 跟孩子也像朋友一样 有的时候会进行一些互动和聊天 所以在这我也想请教你一下 你有没有什么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谈到线上教学 我们很多家长之间也有交流 能感觉到有些家长 他会有那么一点焦虑和不安 那最主要的集中在什么呢 最主要集中在 比如说孩子现在没有人监督了 自己在家 会不会有点贪玩 会不会不用工 会不会耽误学习等等 但另外一方面 我也想提醒一下 就在这段时间 我们可能不仅仅要关心 孩子的学习有没有被耽误 可能更多的 我们从他的心理状况 包括他的身体状况 都要给予关心 从心理上 我们说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原本在校园里边 跟同学 跟外界 跟整个社会 有这样一个接触 有这样一种表达倾听的过程 那现在大家都回到了家中 相对的一种孤独的状态 这种由此形成的心理状态 我们家长如何去介入 包括同学们之间怎样去交流 包括老师如何来辅导 那我们也看到有些学校 专门有心理老师 来回答家长或者孩子们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心理辅导很重要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的身体健康 那我们开班会的时候 班主任特别提醒 就是不要出现 我们一次线上教学过后 重返校园的时候 一个个都变成了小胖子 就是我们要加强身体锻炼 我们在符合小区的安排的情况下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个人计划 是不是可以跟我儿子 一起去打打羽毛球 打打乒乓球 保证有一个运动量 那由此还有一个教训 可能我两年前经历过 这次要避免 就是当时两年前 因为大量的时间 上课的时候也是电子设备 包括室内活动比较多 导致我们原本没有进视野 但在那段时间 度数可能上升了100多度 那两年以后 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教训 那么我们也激劲大家 尽可能创造条件 比如说我们室内 维持比较光亮的情况 又比如说有机会的话 带孩子能够去室外 适当的进行一下放松 包括我们可能跳绳啊 一些能够比较方便举行的活动 所以我想整个线上教学期间 大家不要只看着成绩 只看着学习 综合的身心健康 才是更需要为孩子考虑的方向 刚才郑宇也提到了 孩子心理层面的一些辅导 其实在这个方面 我也想请教一下 我们台北现场的专家和老师 那么在这个方面 我们有哪些方面 该怎么样来注意呢 赵文老师 你觉得哪些方面 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 其实以我们现在讨论的一个对象 从小学到初中这个阶段 大概学龄期到青春期这个阶段 最在意什么 以新性发展学来讲 他在意就是同才 跟我们团体之间关系的一个建立 所以当他们觉得 一个月过后以后 他们开始会抱怨很无聊 什么时候可以回去 这个蛮现实的 当他们会觉得抱怨很无聊 然后觉得很空虚的时候 其实家长就要注意 因为他的负面情绪已经开始 第二个更重要是跟家长 24小时在一起不爽 这样子冲突很大 我觉得青春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但如果这个时候呢 家长如果不理解的话 会增加他们的冲突 所以家长常常会觉得是孩子有问题 都已经一个月了 怎么还不能够适应 其实不能适应是跟家长之间 那种关系的一个紧绷 但这时候就回过去看 你们之前呢 如果有意见不合说 你们怎么沟通的 这样这个是我们在临床上看到 但是呢 我们当然有时候 我们会提出一个简单的方法 很简单啊 其实我们通常在讲 我们有压力 尤其负面情绪 不论你是焦虑或者是抑郁 造成了你的注意力 学习力降低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怎么样 刚刚其实我觉得 大家会提到就是运动 而且呢 我后来发现 如果有愿意运动的孩子 因为他设定无神跳神 他就会有个目标 然后他会跟他的同学去比较 他们就会发觉运动呢 反而也可以一种呢 竞争合作的关系这样子 那再来呢 如果是女孩子 他除了运动之外 女孩子特别喜欢怎么样 特别喜欢写心情日记 所以他们就会把他们 在这个时候的心情情绪的日记 写下来给他的闺蜜呢 这样子大家互相分享 我觉得其实 当我们面对像这样的困境 聪明的孩子 他一定会知道 怎么样解决啦 这样子 有的时候我是觉得 家长还是要适当的放松 让小孩子享有隐私 这个很重要 因为24小时都在一起 所以很多的家长是紧迫叮人的 比如说他一看到小孩 跟同学在聊天 他就很不高兴 或者是他觉得说 你怎么又在 比如说运用社群软体啦等等 可是你要知道 孩子平常在学校里面 他跟他的同学 是一天在一起 七八小时的 所以他在线上软体上 跟同学聊个天啊 说个话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不要这么的 就是严苛以对啦 然后再来是我觉得 家长真的也要 适度的尊重孩子的隐私权 就是说他在上课的时候 你真的不需要坐在旁边 然后呢 这个家长抢打也就算了 有的时候还要指挥小孩 你写这个 你写那个或什么之类的 那有时候其实这样的做法 真的会让孩子很反感 那我是觉得说家长要 其实要相信孩子 他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他难免有紧有松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老师也会去控制 小孩的一些行为啦 或者是成品 那么当然我们也给他一点时间去适应 学生在家线上学习 视力和健康作息 成了家长们最关心的焦点 学校的老师建议 可以在课间休息的时候 多做运动 我是并在医院上班 也会让小孩子说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 比如靠墙壁啊 或是拉筋 让整个的活动 可以去维持你的 基本的一个体能的状况 甚至说 就比如说上课之外 总是要休息时间 那我是一个很鼓励 跳绳的一个活动 那在家的阳台 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运动 线上教学 基本都需要学生 看电视 电脑 或者是平板电脑 时间长了 孩子的视力 也成了家长担心的问题 那当然是第一个姿势的状况 要注意 尽量不要玩摇驼背 要还是要挺直 然后呢 跟眼睛 跟电脑荧幕的视线 是水平的 然后在打电脑字的时候 尽量是 维持一个90度的关节 在打电脑的键盘这样子 然后再呢 最重要就是 每看电脑 或平板30分钟之后 要起来休息一下 可能搭个水喝 散散步都好 就是尽量 用眼30分钟 休息10分钟 避免造成近视的风景 就会再为增高 但我想继续追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看到就是说 现在这个小孩 每天都盯在这个线上 那视力问题 也是家长焦虑的 另外一个来源 有时候一天 特别是中学 一天上八堂课 天哪 那个眼睛就挂在那个上面 很多家人很矛盾 对不对 一方面跟孩子说 你要认真一点 你上课要专心 二方面又说 不要再看电脑了 对不对 是 所以变成说 我们在课程设计上 可能就需要很多的 不同于实体教学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可能有 非同步 我们预录影片 让孩子可以 就是在某一个时辰内 达成目标就好 或是说我会三零五层 他们就是也是 希望他们就是下线之后 真的好好休息 但大家都知道 其实难度高 因为现在手游实在很迷人 而且下线还要去跟同学聊聊天 对不对 一定要私讯一下这样子 对 好那我问一下佩真 佩真除了是妈妈之外 她也是一位这个瑜伽老师 是不是今天来告诉我们一下 如何在这个线上课程 还可以保持自己的体力 同时让眼睛舒缓一下 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 一开始在线上教学的时候 有蛮多家长跟老师 他们也会问我 其实老师跟家长的反应 是真的蛮焦虑的 然后就是会很积极 然后就会看到下课时间的时候 老师就会开始说 你们赶快离开电脑前面 不要坐在这边了 然后家长可能就说 你赶快不要再看手机 因为有些孩子会觉得 下课时间我可以看手机 因为他想玩游戏 那所以那时候就有帮他们 做比较简单 因为小孩子如果要做太复杂的东西 他们其实会记不太起来 我们可以做两种 一个是穴道的按压 那我们会先按那个精明穴 就是在眼头这个地方 那不用太大力 大概就是用指腹这样轻柔按 然后再来就是蛮简单的 其实就是眉头这个地方 斩竹穴帮他按一按 然后还有中间的位置叫鱼腰 然后眼尾的地方叫做四足空 然后帮他按一下 尾巴这个地方也要尽量的去按到 这个叫做童子疗 他就是预防眼睛疾病的 那还有就是其实你们顺着眼窝 这个方向按 其实下面这个地方叫沉气穴 这个地方也可以按压 然后通常不用按太大力 然后还有在下方这个四股穴 这个地方也是可以按的 有时候我们之前说看绿色的植物 什么可以放松眼 其实是因为我们是看远的方向 所以让眼睛放松的 所以可以让孩子做眼睛的四个方向的转动 譬如说往上看 往下看 往左往右 那都是尽量往最远的方向看过去 因为这样才会有像我们做 身体伸展一样的那个效果 让你的眼睛里面的肌肉可以做一个伸展 然后让它达到放松 那还有就是用眼睛注视着食指的顶端 然后拿近拿圆 像这样子 大概来回个十次 这样就比较能够保护它的眼睛 是这个疫情可以说是为这个世界设下了很多障碍 但是还好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 这个科技让我们现在可以先上教学 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 本身其实可以做一些机会教育 让他们学会到面对困境去适应去改变去克服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赵文老师 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心得 家长们可以怎么样正向思考来告诉孩子 这个疫情让我们太正向了 这样子 因为就是随时的改变 让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大脑更灵活 爱因斯坦曾经讲过一句话 就是聪明的标准 是在可以改变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因为环境 这个是大家看不见的共同敌人 是一种无形的这样子 所以我在这地方 第一个我必须还是提醒家长 因为我觉得孩子的情绪 常常是受到家长的影响 这样子 我们会发现一个孩子的气质 他之后成就比较高 他会有两种气质 就是符合刚刚爱因斯坦所说的 第一个他比较会抑制冲动 这样延迟满足 这样老师叫他下去 或者家长说时间到家下去 他可以离开那感官刺激 你可以去评估一下 你的孩子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能力 可以自我控制能力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能提前注意 这一部分我看到很多家长 因为这样子是早期发现 他孩子对于这种网路过度成瘾 他们是比较不担心 因为他可以知道说 可以运用这时间 那第二个就是 他当他环境改变的时候 他可以快速做变化 这样子 那快速做变化 其实就是面对我们现在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因为病毒随时在变异性 我们人类没办法这样快速变硬 这样子 所以我常常在这地方 觉得说 有一句话不是说 我们要面对接受处理 自然可以放下 而且要记得一句话 其实困境就是成功的垫脚石 我们以前家长常常被一句话 什么失败为成功之母 这个时候就是你做给孩子 这时候看 就当我们在改变的时候 我们可能工作也会改变 整个生活模式也会改变 这样子 我们大家真的要互相提醒 我觉得家长最担心 都是孩子的健康 以后当你孩子 可能会全世界偷偷走的时候 你也知道孩子有这个能力 去对付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其实蛮正面的 这样子 没有什么危机 危机就是转机 好 赵文老师说得太好了 刚刚我也听小雪的介绍 大家都知道 对岸的方律师 郑宇是一个模范父亲 在这方面 我不知道方律师 给孩子什么样的建议 你如何把这个疫情化为 这个人生的一个正养分 来学会一些这个人生当中 如何面对变化跟困难 其实我个人的一个感觉是 在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 整个社会其实就是一个大课堂 无论是我们和孩子 可能都要从中学到不少的东西 那么我们继续 我想还是让我儿子来分享一下 他从中获得的一些感悟 大家好 那其实你也经历了疫情防控 这个两三年时间 那么就你个人而言 你觉得这样一段经历 对于你自己的一些观念和想法 造成了哪些影响吗 我觉得这两年以来 我能看到更多的志愿者 因为像在抗击疫情的过程当中 有许许多多的志愿者 也都参与了行动 像昨天我妈妈呢 就参与了我们小区 核酸检测的志愿者 这让我觉得 其实想要达成抗疫成功的目标 也是需要我们人人都尽出一份力的 另一方面呢 我觉得像昨天 在我们小区测核酸的过程当中 人人都是有一个秩序 都是听从了工作人员的安排和指挥 这才能让我们更快地完成了这次检测 其实的确是 面对这样一个疫情防控的大背景 无论是我们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 都从中有很多感悟 就是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社会的关系 包括如何通过沟通 协作等一系列的方式 共同达到一个 让大家都能够获益的结果 那么在这个课堂上 其实我们都处于一个 共同学习的过程中 最后我也想问一下方律师 方律师你看刚才大家也都说到了 现在在家里线上来学习 相对比较安全 但是实际上也不是说 在家里就可以把个人的防护给松懈了 所以想知道在这方面 你是怎么样跟孩子来交流的 除了学习之外 非常重要的 还是做好防疫的个人防护 那大家很熟悉的 三件套 五还要等等 如果有桥件 比如说偶尔走出家门的话 那要戴上口罩 包括如果需要取快递 拿外卖 那整个过程都要注意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接触 回家之后赶快的进行洗手 以及相应的清理工作 所以说疫情防护 实际上是让我们整个社会 变成了一个大的课堂 在这个大课堂里 我们家长也并不是一个 居高临下的教授者的角色 我们也同样在经历 在学习 那在这个过程中 恰恰需要我们跟家人 有更多的沟通 而这个家里面 当然包括我们的孩子 就面对这样一个情况 也许更加需要我们在家人 在家长与孩子之间 相互分享你的各种想法 畅所欲言 那这段时间 正好因为线上教学 居家的缘故 我觉得家长也可以把握好 这样一个机会 更多的与我们的孩子之间 进行一些深层次的思想的交流 共同去面对 这样一个疫情的考验 那我相信这样一段经历 无论对于家长 孩子 还是整个社会来说 都会是有益的尝试 的确 在这个非常特殊的时刻 大家要共同努力互相理解 做好个人的防护措施 自律的意识 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防疫的 防护墙更牢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